欢迎收看加剑奇观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Sara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温顶集团总裁Elvis许佳琪 相信大家对于Elvis已经非常的熟悉了 连续多年颤联全加拿大最佳贷款经济Top75 是全国最佳华人贷款经济 带领了BC省排名第一的专业贷款团队 最近又荣获了列志文最优贷款经济 温顶集团刚刚也入选了2022年加拿大最优企业会员 大家好,我是Elvis,很高兴再次和大家见面 那今年2月份全球关注的一个大事件应该就是北京冬奥了 对了Elvis,这次冬奥会你看了吗? 我看了,当然看了 这可是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冰雪舞台 尤其是看到古艾琳拿了两块镜牌,一块银牌 非常激动 因为我的女儿也特别热爱滑雪 每年冬天我都会带他们去这边滑雪 运动我觉得对小孩的成长 尤其是毅力和勇气方面都非常有帮助的 其实相信所有华人看到古艾琳的表现都非常激动 都和我有一样的心情 是啊,这次冬奥会呢 让更多的人爱上了冰雪运动 那温哥华又是个全球有名的滑雪生地 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最近我看了一项调查 说是冬奥会之后呢,加拿大超过了美国 成了华人移民的首选国了 很多人都有到温哥华安家置业的一个计划 Elvis,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温鼎集团最新的计划和进展 未来大温地区地产方面的一些走势吗 好的,加拿大2月14号刚刚宣布了最新的移民计划 未来三年要吸收130万的新移民 相信今后越来越多的人会来到加拿大 来到温哥华 那到了加拿大之后呢,最重要肯定是就两个事情了 第一个就是安家,另外一个就是立业了 最近我们温鼎贷款的业务影响的增长 各个部门都开始忙起来了 不仅仅是住宅贷款的部门 连那个商业贷款呢,我们也是非常的忙碌 那说起咱们温鼎住宅的贷款 我们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 那绝对是大温BC省啊 甚至整个加拿大的佼佼者 之前也听说啊 你也一直有涉足于商业贷款这一块 这能跟我们详细说说吗 对,这两年我们发现 这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大 很多客人来找到温鼎呢 会咨询一些建筑贷款啊 比如说买一些零售的商业物业啊 特别是一种工业厂房的那种贷款的话 都是非常多的咨询 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华人在温哥华 现在安家了也要立业嘛 那参与的商业活动越来越多 开办公司啦 工厂的华人企业家也越来越多 对商业物业的买卖也逐渐的频繁了 嗯,而且我最近也听很多朋友在讲说 商业地产在温哥华是一房难求啊 现在就几乎你想买你都找不到地儿 特别是厂房方面 是,warehouse那种可以囤货的 涉足商业贷款领域呢 有哪些方面需要特别注意的 你有什么样好的建议 我主要是讲贷款方面的 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很多人会把搬住宅贷款的经验 放到商业贷款方面 那其实呢,这两方面的贷款是非常不一样的 商业贷款毕竟是一个生意啊 所以很多时候呢 银行是考虑的是那个生意本身的那个现金流 你在这个领域方面的经验呢 或者你是用来出租的还是自租的 通常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样问你的 如果你是出租的 有没有租客呢?有没有租约呢? 租金可以租到多少呢? 他反而不是很关心 申请人本身的一个条件 这个跟住宅贷款是很不一样的 住宅贷款可能你是新移民 或者是你是多少的工资 你有多少的存款 这些是很关心的一个 银行需要知道的 但是在商业贷款呢 他很多时候是围绕这个 物业本身的一种产生的现金流 主要是这个企业的这个发展的前景 对 主要关注的是公司 对 如果你是买来自用的话 他们更偏善于借更多的钱给你 你买来投资的话 可能他就会只看那个租金 所以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一种贷款的一种概念 那比如你买一个公寓能住到3000块 那银行可能可以用50% 那你就有1500可以在你的现金流上面 对吧 那但是那个商业的话 它可能是你的年租金的10倍或12倍 那这些都是商业贷款方面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你做生意 你需要把包表做好 那个状况不是特别好的 资金存款都不行的这种 那是这些都要提前准备的 很多朋友想要买商业物业 那如果你要是像Always刚刚讲的 如果你要是出租 那你一定要在买之前 是否能够有比较满意的租客 或者就是说你的这个物业 你要将要买的这个物业 是否能租出去 银行也要去评估 大概能租多少钱 他10倍或者12倍的贷款额度 他才会贷款给你们 对 那如果你是顶别人的店 比如说他已经有租客的话 那个人的财务报表 银行就会看 这不是他就看原来的那个人的报表 或者是你把原来那个人 那个生意借过来 比如说酒店 他会看之前酒店那个生意做的怎么样 因为他觉得你借下去 你可能你的生意还是会跟那个人很类似 所以很多时候客人打电话来问 我买这个店 我可以借多少钱利息多少 通常我都是没办法回答这种问题 因为他问的太简单了 他觉得我想贷多少钱 或者是我这个店 我放多少首付 我就可以接多少钱 这种完全不是银行关系的问题 是 他把住宅贷款混成商业贷款 对 住宅贷款是 只要是我首付款够了 我就可以买得起 但是商业贷款 他完全不看你首付款 他首先评估的就是你的生意是否 在前两年是否能够 比较有好看的这个盈利 那如果说如果你都是亏损 那银行就根本不可能给你带到 对对 所以有很多人他可能从来没有做过生意的 然后他想买一个生意来做 那这种就会非常困难 除非你在你的计划书方面写得非常好 或是你有相关的经验 只不过你没有做老板 你有相关的经验 然后那个行业也是银行比较看好的一个行业 那这种才是比较有可能能做到贷款 感谢威尔威斯 把商业贷款需要注意的问题 给我们大家都详细的梳理了一遍 相信很多观众对住宅贷款也有了不少问题想问 比如说我有朋友就正准备买一套房子 他最近想知道在加拿大办理住宅贷款 海外收入受不受到认可呢 还有就是住宅贷款是不是只有在同一家银行办呢 比较好 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商业贷款 你看住宅贷款的区别 住宅贷款的领域上面呢 银行呢 他有些是接受这个海外收入 只要那个客人能提供相关的一些证明 银行是可以认这个收入 你主要要看银行 因为他这个政策不是每个银行都有 所以你首先要看那个银行合适 那这个当然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很难他去知道的 那当然这个选择我们 可能我们会更了解也可以更清楚这个方案 那换到商业贷款的话 那银行是完全不接受这个海外收入 就你海外赚多少钱这个 甚至你是海外买家 银行是不带的 他们是不考虑他们是不喜欢可以说一个海外买家来买商业物业 然后来再贷款 因为这个对银行来说是比较难有风险 对比较难保证的客人会继续带在这个地方 然后有什么问题他他会继续还贷 因为对他来说他他要离开是比较简单 对所以说刚刚Airways也是总结的非常好 就是说一个是住宅贷款 那我们其实是可以接受海外的收入 但是对我们商业的贷款呢 我们基本上大部分银行他是接受不了你的海外收入的 不光是海外收入这一块 还有就是有一些公司它的股东结构 如果说大于50%的股权是在海外人士手里的话 那这个也是很难贷款的 对对比如说我最近有两个客人 他买了那个商业的office 在Witchman Center对面 Paramant 因为Paramant的那个我知道他们的均价是在45到55一平尺 现在还有一些没有卖出去呢 那他们都是海外买家 那他们买这个商业物业的时候 可能是商业物业是没有那个海外买家税 所以他们当时就买了 然后现在到了这个要贷款的时候 他们才发现其实这个根本没可能贷款 因为我两个客人他基本上都是留学生 没有身份第一很年轻 然后他不知道海外收入嘛 所以无论你父母多有钱 在国内赚多少钱 这个对商业贷款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如果百分之百你首付都放在里边 他银行也不会带给你 所以他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在正常的银行是做不了贷款 所以最后都是做的那种比较高细的私人贷款 做了这个私人贷款之后 他们当然也想办法把贷款转到银行嘛 因为那个时候你还没有交房的时候 你是很难找到租客的对吗 因为租客都是要你把那个地方弄好 他们才会租你的地方 所以你说用租金来贷款也是不可能 那现在他们房子就是那个办公室已经成交了 那他们开始找租客了 找了租客之后那个租金能抵多少贷款 银行还要这个客人他要开一个公司 然后那个公司需要有本地人来负责的 银行才会考虑这个贷款的情况 对 因为他那个地方是在Richmond的对面 Richmond Center的对面 所以他那块的租金还是蛮高的 他45到55亿平尺 我前两天刚有看到 而且很多的现在目前还正在租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您这两个客户 他们实际上是在Paramond 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买了那个房子 对他们是买了楼花的 有一个是买了三个单位 差不多500多万 是吗 留学生 对 然后当时他找我的时候 他说我付了20% 我想全部都带 那我听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客人 是不太了解这边的贷款的一个情况 是的 虽然那个房子Paramond的那个地点 包括投资价值都很好 都很好 对都非常好的 但是呢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在买之前 咨询我们专业的贷款顾问 然后呢拿到第一手信息 然后再做出购买的这个选择 对对 那之前我们说到谷爱玲 其实呢 温鼎和谷爱玲 有一点很像的 你看啊 谷爱玲身上最典型的就是多元发展 融合了中西文化两种文化 除了是滑雪天才还是学霸 刚刚还拿了斯坦福的offer 那温鼎呢在住宅贷款领域呢 现在已经是非常的成功 商业贷款领域呢 如今也是蒸蒸日上 也是多元化融合发展了 谢谢谢瓦的部长 接下来呢 的确我们会在住宅贷款领域继续努力的基础上面 把商业贷款也做大做强 给客户全方面的服务 其实商业的领域更为丰富多彩 不仅有建筑贷款 还有住宅开发 零售商户 企业经营以及工业厂房等等 其实我们在考虑在加拿大开启商业运营和投资之前 贷款是一个不可不考虑的关键步骤 这一步走得好 一定可以事半功倍的 所以感谢Elvis 对住宅的贷款和商业贷款呢 做了非常专业的讲解和点评 这里呢 也给大家预告一下 下期的加建奇观栏目 Elvis呢 还会将给我们大家具体的分享商业贷款的一些案例 以及申请前的注意事项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会 再会